今天又再度反弹了 但是在百分之中所感受到的 似乎量能还是没有跟进 这个呈现是一个比较爆发的力量 这对于美股而言 现在又是一个这个财报 中文节财报季的开始 那么财报当中的话 真的会出现黑马吗 这个黑马是往上标还是往下标呢 这一点要特别留意 倒是也可以看到呢 在台北股当中的话 有一些外资券的买盘 已经开始在进驻了 而且扩大了买超手笔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下 在台北股市部分的话 现在气氛如果好准之下 法人券的买超又开始在进驻 算不算是一个红包行情 正式引爆了呢 现在真的要赚钱比速度吗 真的是一个好的买进时机吗 但是在这之前 所看到的一些利空 完全又抛诸脑后了吗 今天要来听听看子龙的看法 子龙早安 苏贤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是子龙我们刚刚留下一个伏笔 就是说红包行情部分 算不算正式引爆 很多的气氛 从美股的反弹 从外资圈的买超手笔 扩大了 已经来到91亿元了 那么这个扩大买超当初的话 就意味着台币股市 已经把过去比较糟糕的情况 已经是抛出脑后了吗 会不会影响是一个 比较正面的行情吗 在谈话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的美股收盘 好的 那我们看到呢 在道琼工业指数来说的话呢 现在是呈现跌升之后的 一个反弹走势 当然现阶段的一个操作来说 完全都是在尊重技术面 现在的技术面可以说是领先基本面了 那当然书贤刚才提到说呢 现在的红包行情 到底有没有可能正式启动 那我跟大家讲 做对股票的话 其实早就领了好几滩的红包了 不需要等到现在呢 才在正式开始启动 所以呢 当然有一些好股票 那从我们上节目以来 来到现在为止的话 沿路以来跟大家所提到的 那大家耳熟能详的 比如说像巨洋 最近也是创下了波段高点 那待会在节目里面 再来跟大家呢 做个说明 那我们先来看国际股市 那国际股市来看的话呢 道琼工业指数来说 各位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在 做头之后 各位这个地方 做头之后 震荡向下 然后出现反弹 那我想呢 2019年整体大的趋势 也就是在国际股市 这一块来说 露股是首先来做落底的 好 因为呢 它在之前 美中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是被打趴 所以呢 它是领先下跌 现在呢 已经开始 慢慢的逐出底部了 可是其他的 像美国股市 原本就是呢 在高档位置 高高挂的 所以现在呢 就是开始要出现 一波阶梯式的下滑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 对于呢 美国股市 未来的现行上面的预测 好 各位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看到的是 K1值 现在已经在超卖区了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会出现反弹呢 因为这里是超卖区 所以这一段的反弹 当然就是 配合这一段指数的反弹 反弹过后 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那再来看呢 美国科技股这一块 那在美国科技股来说 也是一样的 跟道琼指数 有异曲同工之妙哦 所以这个地方反弹 上来 然后现在又是来到 KD值的相对高档 所以呢 它也是会呈现震荡向下 所以你看到 它现在是不是就是出现 阶梯式的一个下滑 再接下来我们看呢 废城半导体指数 那这废半指数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美股的三大指数来说呢 走势呢 都是差不多 也就是每次跌破一个低点位置 再反弹 破底之后再反弹 反弹完技术线上面 已经交代了这个反弹之后呢 现在又要开始慢慢的下滑 是 子龙我们想特别追问一下 在反弹当中的话的时候 看到了是不是一个反弹行情 没有错 可是呢 在量的部分的话 我们一般会说 价量其一样 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量能 可是它量确实有一些 维持缩小的一个情况 代表什么含义呢 好的 那我们知道说呢 在美国联准会呢 在之前提出了 即将升息的情况之下 尤其在2018年的时候呢 维持四次的一个升息 那在今年度 原本还是要四次的升息 但是呢 因为它现在呢 看到市场上面 对于股市关心度很强 那所以呢 可能这个减到 两次的一个升息 所以在这个资金上面的流动 并没有像过去这么样的 令人感到忧心 所以稍微呢 趋缓了一下紧张的气氛 但是这个升息的走势来说的话 这个循环还是不变的 所以大家呢 最近看到量能萎缩的情况之下 这是一个正常 这个就是联准会的杰作了 梓龙再特别追踪一下 你刚刚提到这升息的部分 可是由于另一派的说法里头 甚至连降息的声音都传出来了 降息 升息 事实上是一刀两刃 一提两面 就一定是好事吗 未必吧 其实升息来说的话 各位如果说我们 这个思考上面来看的话 就是Q1 就是要做了一个结束 如果它在降息的话呢 那它的这个流动率来说 又提高了 所以可能就是短期之间 会有一波的这个 这个就是资金行情 可是这个资金行情 要搭配整体的基本面 如果基本面来说 真的是很差的情况之下 或者在趋缓的情况之下 那我想在这里要做的话 也只能做防御型的个股了 好 防御型的个股部分的话 会是一个好的买盘 或重要的买盘吗 那么这一点的话 特别留意到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等一下会补充到 是在入股的变化 入股很重要 事实上这几天 我们每天都在追踪入股 我们现在看一下 德国经济成长率的部分 五年来是最弱的 事实上不意外 过去的PMI采购技能指数部分 或ISM制造业指数部分 或者是从OECD 或者在IMF 国际货币基金的一个看法 通通对于欧洲市场方面的话 包含在全球 包含在欧洲市场 都是一个比较保守 或保留的情况 五年来最弱 最弱还好 能不能会不会更弱呢 好的 那我们知道说呢 其实买股票买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你背后支撑 买股票的动力 投资的动力 就是在于信心 所以如果说你是很有信心的 那表示说呢 在整体的氛围之下 就算是景气环境 再怎么差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还是呢 非常坚定的买进着 可是如果说是有风吹草动 但是你的信心是不足的 而且你的口袋 不够深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当然在这里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先保本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德国的经济成长率来说呢 近五年来的最弱 那我们就来看呢 它的这个走势 也就是呢 从2014年 然后2015年 各位我们从这边开始来比较的话呢 当然它是呈现了这个比较向下的这个状况 所以从德国股市来看的话 各位我们从德国股市来看的话 它这一波的跌幅来说呢 也是相对非常的大 而且呢 这都完全走的是一个技术派的一个分析 所以在操作上面来说的话 真的就是要谨慎小心了 那么在降准的这一块 就是人民银行 这个中国的这一次的积极救市 那我想呢 这个是全市场的资金都瞩目的 因为呢 你看美股它已经相对激起往上拉高了 台股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也是激起往上拉高了 现在全球里面找到激起最低的股市呢 就是在中国股市 那么中国股市 为什么大家对它有信心呢 因为它之前救市的时候 曾经飙涨过一波 所以呢 大家的记忆犹新 各位 它在1月4号的时候 这个人行呢 在15号跟25号 各自要下调存准率0.5个百分点 那分别要释出 各位7500亿人民币 总共要提出市场总共1.5兆元的资金 1.5兆的人民币 可以就是说 这个资金的潮水 已经是流入了中国股市 所以我们就来看上证指数 好上证指数呢 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过 它现在呢 已经是这个 各位请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K线缩小 就是时间 就会看久一点 这个K线就 对变小 各位请看一下 中国股市从这一块上证A股来说 这样子沿路跌跌到现在 各位请看 当时候的高点呢 是在3000 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 再把它缩小 对 各位请看一下 之前是飙涨了这一波 那这一波呢 各位已经几乎破前低了 所以呢 它这个地方来说呢 已经是呢 相对非常绝对的一个低点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在这里来看的话呢 在降准 而且提供了这个资金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 那有机会呢 是呈现一波的资金行情 好 子虹特别追问一下 其实从路口的角度来看的话 听起来 这个大环境的话 都是一个比较积极力多 可是唯一的一个重点部分 是放在整个中美贸易大战 现在真的要准备好转了吗 已经是利空出尽了吗 美中贸易战来说呢 它一定是如影随形 只是说现在呢 大家没有看到它的一个消息面 因为呢 现在正在积极的磋商到 三月一号才会做一个最后的定案 那不论是它最后的结局就是如何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执行力 能不能够信守承诺才是真的 如果讲了那么多 只上谈兵讲一讲 结果各自回家之后呢 孩子还是各做各的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 在政治上面 中国跟美国跟加拿大之间 三角关系呢 在政治上面的报复来说呢 确实这也是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听起来 必须要一步一脚印 一步欲区 一步步的观察才可以 对 所以现在呢 并不是利空出尽的时候 只不过是利空还没有 这个浮现出来 所以大家呢 还是要做一个谨慎小心 好 所以听起来的话 还是要格外小心才行 好我们再来看下去 来看到瑞银的预测 外资圈将要回流到台股里面来了 因为在昨天看起来 扩大买超的手笔 可是呢 昨天以前可以看到 外资圈这个买买超 其实也都有 似乎 如果从这个 昨天买超开始的话 意味着这个开始扩大买超 能够这样子的做判读吗 反正就顶火 红包行情 真的是乐观 而且有盈吗 可以期待吗 好的 这个地方呢 把指数跟个别股上面呢 其实要分开看 过去我们曾经讲过 美中贸易大战之下 其实在中间坐收渔翁之力的 是谁啊 是东协 也就是东南亚国家 越南受惠最多 所以大家最近看到呢 这个越南 这我们不要讲太负面啊 就是开始捞钱的就对了 可是呢 在这个台股的部分来说 指数呢 是比较没有什么空间的 那我们就来看呢 瑞银呢 对于台股 他的一个看法来说呢 他说目标指数 一万年两百点 低于去年的 一一二七零 那我是觉得说 现在要再重回到一万点 其实已经是 相对比较吃力了 所以现在来到 九千八九千九 甚至在往上的话呢 压力越来越大 那有一些弱势股 之前已经跌了一波的反弹 就是要做减码动作 然后他这边提出呢 这个操作上面的建议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建议里面 他就说呢 做据防御型的高值率个股 那这个表示说呢 其实他现在呢 并不是积极的去寻找 高成长的股票 只要能够守 然后呢 股息分配的不错的话 就是他投资的标的 或者是AI 人工智慧的这一块 所以我们看呢 台北股市的K线图 好台北股市的K线图 我们从他的指数方向来看的话 各位我们之前有讲过 我们说2019年的 它是一个慢熊行情 慢熊的话呢 它不是一次这样暴跌下去 让你说呈现相当大的 恐慌性慢压 它是慢慢来的 慢慢来呢 你就是不知不觉呢 你以为它要涨了 可是呢 它却是慢慢的在下跌 各位请看这个地方几涨一波 这里又几涨一波 这个地方连续三根长红棒上来 各位当你每次看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机会又来了 可是当你觉得要追价的时候 反而它就开始出现下跌了 所以呢 在之前跌破9400 来到9319之后 现在呢 已经反弹到季线 那大家又认为说 这个地方又来了 机会又来了 我说指数 那你看到指数的KD值来说 就是在相对的高档的位置 所以呢 如果操作指数的话 在这里就不要追价 反而是呢 遇到压力的时候 来做避险单 那可是在个别股上面 就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过去曾经涨过的个股来说 就不要追价 但是呢 沿路以来 我们跟大家所讲的个股 比如说 就调出1477的巨阳 它的K线图 各位这种呢 乘一运动幅的 或者是呢 这个运动鞋的 各位请看一下 这种震荡幅度也很大 为什么呢 它这里下跌呢 大概也是20% 也是就是震荡有两成 但是为什么你敢去报它 因为它筹码还算集中 那技术面又呈现良好的 量价配合走势 那到了昨天的时候 创下波段高点 好那么在指数部分的话 特别强调就是说 这个买盘的部分的话 应该寻找 其实呢 并非是一个比较攻击型的题材 应该是一个比较属于 保本的题材 或保持的题材部分 这会是一个强调的重点所在 好回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预告一下下 我们准备要进一段广告 回到现场的话 其实呢 鸿海 如果在过去 有人说鸿海啦 因为它一连串 这跌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 可是呢 郭总自己在买股票 你能够跟进吗 你能够搭顺风车吗 这波段当中的话 他又买股票了 连续两个月的话 买上鸿海股票 砸下20亿元 另外一个来看到 是在低温族群的部分 南亚科 竟然资本支出 腰斩50% 什么资本支出 我简单地说 因为你看好未来的行情 看好明年度的行情 所以资本支出 你可以多砸点钱 为你未来将来来做铺路 可是呢 一旦腰斩之下 你当然对未来的话 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观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